曼格拉當局拘捕了與上週六火災有關的三名工廠負責人 那場火災導致最少110人喪生 曼格拉警方負責人在首都達卡說 這三名工廠負責人是在週三被捕 有關方面說在工廠火警警報響氣後 管理人員要僱員繼續工作而且門被鎖上 工人無法逃生 火災發生時幾百名工人無法逃離這個服裝廠 消防官員說並無緊急出口導致部分工人喪生 在週三幾千名工人連續第三日舉行抗議 封鎖街道並向建築物投擲石塊